粉丝提问,为什么突变团镜不加入近战武器? 在其他射击游戏中都可以刀丧尸 为什么吃鸡不加入近战武器呢? 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近战武器伤害太低 在其他射击游戏中,近战武器的伤害是超高的 正常模式打人都能一击必杀 在丧尸模式打丧尸伤害也超高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选择刀丧尸 因为刀到头,每两下丧尸就挂了 枪要打好半天 可吃鸡里的近战武器伤害太低了呀 平底锅80点,其他都是60点伤害 就算爆头也就100多点伤害 收益和风险完全不成正比 二,范围小,距离近 其他射击游戏中的近战武器有各种花样 砍刀,电锯,铁锹等等 它们的攻击范围都不同 但相同的是距离都很远,范围都超大 所以打到丧尸的时候,丧尸还抓不到你 这样到丧尸的时候就安全多了 可是吃鸡里的近战武器攻击距离太近,范围太小 丧尸把你抓死了,你都没砍到它 加入有什么意义呢 三,吃鸡对近战武器不重视 最重要的一点是光子对近战武器不重视 因为这是一款以枪械为主的射击游戏 所以光子设计模式的时候不想喧兵夺主 因此不加入近战武器是最好的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我们下期见!